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跑神 劝起视障者和陪跑者两颗同样热血的心 想要跑 可是他需要有陪同他的人一起跑 一开始没有这么顺畅 然后接之后第二次 第二次练习的时候有顺了一点 你会紧张吗 说实在 应该算还好 那你呢 我很紧张啊 对啊 我本来就是还蛮喜欢运动 只是缺乏这个机会和空间让我去做 一开始也是不熟悉 然后不熟悉会害怕 但是 后来就是这样练习过几次 也谢谢佳玲姐姐一直陪我 让我呢 就是可以更安 就是可以更放心地去跑 可是其实中间 我曾经想要就是 就这样停下来 可是 我后来想想 就是如果再往前跑 很快就可以成功了 我就 就是继续迈开脚步 继续走 我觉得处理是一个蛮逞强 很耗诚的女生 对 然后她就是会坚持 就是 会好痛吗 坚持到终点的那一刻 她才会提下照顾 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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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 可以吃到健康美味的餐点 环宇基金会在全台湾各地 设置了九个据点 以社区一家亲的心情 照顾社区里 有需要的老人以及学童 可以吃到营养午餐 当然是把自己煮的菜 让吃的人都很喜悦地吃完 是每天看那个食材 就是想说 怎么发挥那个食材的价值 然后去做很好的搭配 很开心 我会很常来跟小美 看下孩子 我很高兴 看下老大人来 老大人 我都会跟他开工 我说你吃了药 不然吃了什么 我们都不加胃素 所以说吃吃健康 都挑最好的 最营养的 看下孩子 阿姨今天煮的菜都吃光光 很好吃 我们就很高兴了 就一起为这个工艺 还是出一点心力这样子 所以在股也是还好 能为这个小朋友做这些 算蛮值得 蛮可欣慰这样子 每次小朋友打开便当 看到有个不一样的菜式 他们都很开心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爱情便当